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簡單 就是檢察官 彼此要倒來倒去 把手頭的東西 吹哨哲 吹哨哲 哪有辦法把檢察體系 裡面的什麼對話支援 都結束大家看 那叫做吹哨哲 對 你看 我們看到這個檢察官辦公室 這都可以漏出來 可以泄露出來 這都算內籤 這種叫吹哨哲 東西的定義 應該是不一樣 吹哨哲說我裡面去用記憶 我要檢查這些東西 不可以說這個東西出來做吹哨哲 所以吹哨哲聯盟 裡面有一個成員 現在有人說就是他母親 這件事情你都要出來解釋 不然你這個吹哨哲聯盟 你也沒說心理 你也可以把檢察體系 監聽義文 義武一時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可以這樣嗎 這個法務部都不用查 我覺得法務部這件事情 就趁這個時候 等一下要求要徹查 要徹查 然後一定要抓幾個人出來說 這是你們幾個搞了 這個跟所有的檢察官說 以後大家你們再這樣搞 我們絕對是嚴懲 不然這個東西 過一整個感覺又有新的 全創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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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 大家都沒信心去 就酬恩值越來越高 說到尾 賴清德的人嘛 要一個一個拉下來 現在就有人開始挑釋了 這個來換那個 來換那個 全部都被抹黑了 是 來寇姐怎麼看 現在法務部的這個辦案方向 是可以如同藍營所講的 說吃案這樣就去辦嗎 是不是要有自己的一個 調查方向出來 再來就是賴清德的挑戰 他還會有這麼多的案件 會陸續出現嗎 當然了 其實前一陣子 我有看到一個謠言包 就已經把賴清德的謠言 網路上已經整理 然後賴清德的支持者 就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把它澄清 放在那個賴的群組 其中還有說什麼 賴清德的兒子 有美國籍賴清德的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是蔡英文總統任內 反正民進黨的年金改革 還改到賴清德的國中老師 就是裡面有非常多 匪夷所思的一些謠言 藍營都已經準備好了 但是賴清德的團隊 跟賴清德的任馬 其實把那些都已經整理好了 那些個人的東西 什麼他的兒子 好像這個是美國籍等等 他都已經全部都解釋清楚 那關於賴清德在政壇上的東西 其實你要拿出新的這個故事 或是新的攻擊點 還蠻困難的 因為他一直在選舉 而且他一直在 一直在被檢驗 當中 我講一個大白話啦 2019年那一場 這個初選戰爭裡面 民進黨內都已經好好檢查過賴清德啦 所以你們藍營還指望什麼 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國民黨這一波 要打說鬥爭這個賴清德的這些人 其實都是外圍人士 是因為他們已經吃到便宜 在一二六之前 現在講這些話的人 還是那些老臉孔嘛 就拿同一個題目在那裡 在那裡糾纏不休 今天還去按鈴申告 然後我告訴你 按鈴申告有新市證嘛 對不對 而且要看你手上有什麼 這一波這個資料 為什麼外洩第一時間 就有人一查 就鎖定是一位正姓律師呢 是因為如果這些 所有參與的檢察官呢 跟過去這已經十年了 如果他們想要鬥陳忠燕的話 要專門鬥陳忠燕 只是鬥陳忠燕的台南市長候選人 這個資格的話 他當指揮中心的發言人的時候 那時候不是更紅嗎 當內政部次長的時候就可以搞他 一一二六之前就可以搞他 為什麼沒搞 是因為手上有資料的人 是不是最後才階段進入的呢 剛才這個青皇講到的 就是林仲斌的委任律師嘛 現在周刊也寫了 自由時報也是這樣寫的 哪怕這是民生議題 國民黨還是非常非常生氣國台女 為什麼會這樣說 首先第一個 郭台銘破了這個文章之後呢 民生議題照例講 應該網友反應要熱烈嘛 他的互動跟按讚數 是過去郭台銘所有文章的 只剩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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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